大约在一年半以前 我曾经有做过一个 国考电脑化测验的趋势的一个节目 在一年半以后 考询部又实行了很多考试 用电脑化测验 各地的同学回馈回来的讯息是什么样的呢? 就做这一期节目来给你介绍 首先是大家都会关心的问题 我进了电脑化测验之后 我有没有办法有一张纸 打打草稿什么的 事实上是有的 它会发一张白子给你 你要自己带一支原支笔 正反面都可以做草稿的撰写 所以你在考选择题的 你就可以把你不会的题目写在上面 以供你做最后的确认跟检查 那比如说你写深论题 你可以在上面打草稿啊 或者是计算题的人 可以在上面写算式等等 那这张考卷呢 会在你考完的时候 必须要收回像草稿子的概念 那第二个呢就是 因为电脑化测验之后 每一堂跟每一堂的考试 中间的这个休息时间 就会被缩短 例如原本有一小时休息时间 可能就会变成只有半小时 这一点可能会因应不同的考课 会有不同的结果 大家也要特别注意这个趋势 还有呢 如果正式要开始电脑化测验之后 大家一定要特别开始学习练习 在那种很吵杂 有很多键盘啊 滑鼠的声音的地方 一样能够冷静的作答 被干扰 这些进考老师一定会特别提醒你 不要提到电脑的开关 那下一个呢 也是讲一样的问题 就是电脑也有可能用到一半 突然有故障的情形 就曾经有一个同学说 他考到最后十分钟的时候 他打字啊 那个深论题打字 他发现 怎么倒数第四行 跟我现在打的这一行 文字是一样 这就是你要当要当的这种状态 然后他赶快检查 赶快再重达 然后后来还好顺利 没有问题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显示的错误啊 不管怎么样都是 让人觉得有点担忧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 我等一下会在最后面来跟你解答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那你可能也会好奇 那这种国家考试 电脑化测验的考场 长什么样子 就大概长得像这张图片的样子 其实座位变蛮小的 中间有一个隔板挡住 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是 就是当你在考第一堂的时候 他会给你两个选项 只有在第一堂才会出现 你是不是要在每一节考试结束的时候 就显示成绩 就你考完那一科 他就公布成绩 还是你要在全部考完之后 再公布所有的成绩 你可以在考试的第一堂考试之前 做选择 不能再变更 但我就有点好奇 因为没有人分享这个问题 就是深论题也会立即呈现成绩吗 这我不太确定 但我相信选择题要做到 并不是有太大的困难 所以这个部分也值得大家去注意 再来我们在考选择题 有一些补习班会做一些建议 就是他很贴心的 在选择题的下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服务 你可以在上面标三角 标圈圈标蓝色 然后后面也可以依照这个题号 你做的不同的标记 再回去做作答 做检查 这有点像我们用的阿摩测验 那个概念可以做标记这个功能 算是现在技能检定测验 很标配的一个功能 那么有些补习班就会建议你 例如说三角形可能是80%会对 可能是50% 可能是30%等等 那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不要那么复杂 千万不要那么复杂 用一种标记就好 我建议就用红色这个就好 只要是你不确定 或者不确定可不可以答对的 一律用这个标记 甚至你已经拆下去 也不用标记了 标记代表你等一下要回来 仔细再想一想这一题 你才做标记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大家要去思考 你要怎么利用这个机制 再来大家最关心的是 国考的考试 既然改成电脑化测验 那打字的输入法有什么 有没有我想要用的五虾米 目前公告就是 微软它内建这五个 还有这两个 五虾米跟自然输入法 都是考场必备的七种输入法 但至于 比如说猖截到底是四码 也是两码 五虾米能不能打减码 这个我觉得就是 你不能期待它用的是更进阶的版本 你只能期待它用的是一个比较普罗大众都可以用的版本 所以你必须都要做练习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深论题 线上作答常见的问答 第一个问题 请问国考 深论题线上作答预计推动 为什么要推动 你要打算怎么推动 怎么这样逐步的实施 这边有讲 第一阶段是用纯文字电脑作答 然后并且选一些考课开始来进行 第二阶段就是会规划用手写板 智慧笔等等的方式来输入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怪 我认为比较合适的方式还是用打字的 毕竟现在大家在工部门办公 都是用电脑打字写公文 公务为储 第二题 我对电脑有恐惧 请问一定要用电脑来参加国考吗 那他要讲到 都是用电脑以维持公平 如果说有些特殊的硬考人 如果说他想要申请 我就是要纸笔 那也要写出原因吗 他可能会答应你 那如果我是左撇子怎么办 会不太一样 怎么办呢 他说你只要事前申请注明 他就依照你的申请符合需求之后 他就帮你用左手 他会符合你的左手键盘 左手的使用方式 左手滑鼠等等 就会提供给你 这个我们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总共有七种的输入法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考场都已经开放 可以了 上网可以查 很多都有 那这边有讲到 我有没有可能会被改答案 这一题很有趣 这意思就是说 我打字打一打 答案会不会不一样 他这边有讲 这也解答了说 万一电脑当机怎么解决 或者我用的这台电脑 刚好就坏掉 那我们是不是就很衰 那我要换电脑怎么做 他这边有讲到 这个线上的考试过程 预设每10秒会自动储存 其实这跟技能检定的 几乎是一样的设定 会自动储存你的作答结果 然后你点上一题下一题 或跳其他题要的时候 他也会储存避免作答结果 遗失或遭篡篡改 所以他有自动不断记录还原的功能 然后也会完全保留你的作答轨迹 作答时间 作答内容 网路IP 座号等资讯 就像我讲的 像我这一题 我先换到25题 我刚刚又换到24题 又换到23题 然后又换到生论题第一题 他这所有都会有作答的轨迹 所以你害怕的人 就是常常按上一题下一题 按存档 或者是每隔10秒自动存档 万一你突然打字打到一半 当机 你敢换另外一台电脑 你一样 登录一样有你刚刚作答的答案 不会遗失 所以你踢到电脑的话 我想就是会损失 他重新开机 要重新进系统 登录的时间 好 你看 这个一样的问题 就是作答的考试过程中 遇到当机会怎么样 他说有预备充足的座位 你可以重新登录别的座位 就继续作答 因为他们作答同时储存在 不同主机两套资料库 双重保全的措施下 所以不会因为当机消失 而且会记录最后一次伺服器的通讯状况 就算是停电 也都可以补足这个时间 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 就是跟你分享说 目前整个博考的电脑化测验的一个 实施的一个情况 还有大家回报 未来的一个阶段性的汇整 就像未来 如果全面开放电脑化的应试的时候 每个人都能够顺利的应考 早点练习打字 那么我也会针对打字这个部分 另外做一期节目跟你分享 谢谢你收看 我们下期见